大家好,我是小赖,欢迎来到天天学习,天天进步频道 今天要分享的内容是老祖宗的十二条改变命运的秘诀 所谓风水,既包括我们所处的自然环境 也包括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 世间每个人的一生都不相同 有的人一生都吉祥如意,健康长寿 有的人中年艰难,老了康宁 有的人年轻风光,老了孤苦 有的人一生坎坷艰辛,事事不如人意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各不相同的命运呢? 华夏老祖宗总结了决定命运的十二条秘诀 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级功德五读书 六名七相八境神,九交贵人十养生 十一择业与择偶,十二趋吉要避凶 一命,命是固定不变,是先天注定 狭义来讲,我们中国人所讲的命,就是一个人的八字 根据你出生的年月日时,换算成天干地支,总共八个字 根据这八个字,就能推算出一个人一生的人生轨迹 荣辱祸福,贫富受邀 广义来讲,我们每个人的命运中,有一部分是我们怎么改变都没有办法改变的东西 这就是命,在佛家叫阿赖耶时,它是随着我们友情众生的轮回而不变的东西 我们每个人的人生中,有一部分是我们怎么改变都没有办法改变的东西 这就是命,二运,运即运势,是可以改变的 把命比喻成一辆车从人生的起点驶向终点 您是什么样的车和什么样的路 这就是命,具体如何来驾驶您自己的车走完人生之路 这就是运 有人一生本是好车好路,结果自己随波逐流 没有驾驶好,没能善终人生 有人一生也许是很差的车和扬长小道 但一生勤勤恳恳,兢兢业业,驾驶十分用心 结果一生康宁 正因为命是固定不变,而运把握在我们个人手中 所以我们日常听到的只有算命的说法 而没有算运或算命运的说法 三风水 我们每个人所处的环境叫风水 这个风水环境既包括我们所处的自然环境 也包括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 把我们人比喻成一棵树 风水就是这棵树所生长的环境 比如土壤 阳光 水分 周围的其他生命等等 这个外在环境固然重要 但树自身的基因与努力生长也很重要 所以风水是外因 不是内因 固然 外因和内因也是相互影响的 所谓风水 既包括我们所处的自然环境 也包括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 斯基功德 基德就是做好事 古人讲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在西方科学看来没有什么道理 但今天荷兰德尔富特理工大学的量子纠缠实验 证明了微观世界中成对的亚原子粒子之间 存在超越时空的信息传递方式 这也许就能证人与人或友情生物之间的行为改应 不管是儒家文化 还是佛道文化 都提倡帮助他人积德行善 从而改变命运 最经典的事例就是明代袁辽凡先生改命 后来做家训辽凡四训 教诫后人认识命运的真相 明辩善乐的标准 改过谦善的方法 以及行善积德的种种效应 并且以他自己改造命运的经历来献身说法 五读书 读书就是学文化 增知识 读书是一个终身的学习过程 通过读书 我们可以收获知识 结识朋友 开阔视野 还能提升自我 读书是将古往近来几千年的文化 快速习得的最佳方式 掌握大量文化知识 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 读书能帮助你 陶冶出广博的心胸 与远大的理想和信念 读书能帮你树立正确的三观 通过阅读 你能够与仙贤们博古说尽 你能够与文人骚客们逐久论歌 你能够从无数正反面的故事中 吸取教训 增长见识 去粗取经 形成具有正面导向性的三观 读书能帮你开拓视野 你不再局限于小小生活中的抑郁 你可以无拘无束地畅游古今中外 学识遍布四海 随着读书范围的扩大 你也会陶冶出广博的心胸 与远大的理想和信念 读书能帮你结识朋友 扩大社交圈子 通过读书 你能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 你们可以在一起谈天论地 开怀书星 那何尝不是一种莫大的好处 所以从古至今 读书都是我们改变命运的主要方式 六名 名即名字 次子千金 不如次子一名 一个好名字对人生有着激励作用 乃至有着牵引之道作用 比如神雕侠侣里的杨过 郭靖之所以为他取名杨过 就是希望他不要像他父亲杨康那样 在人生观上犯错 而是要牢记父辈过错 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忠诚一代大侠 所以 古人取名 尤其是名门士族或书香门第 都极为讲究 七相 相及相貌 包括面相和首相 古云 相由心生 心由静躁 静随心转 说明通过外在的相貌 能分析出他的内心之意 即言恶心必恶 眼善心必善 修得于心 吉凶可意 心发善端诸福吉 八静神 静神即对神明圣贤 都常存敬畏之心 孔子讲 勿明之意 敬鬼神而远之 可谓之意 这位至圣先师 告诫他的门人弟子 勿明的本意 就要让百姓们 敬视鬼神 同时也要保持 适当的距离 这样才称得上世之 敬神即常存敬畏之心 古人云 君子有三位 为天命 为大人 为圣人之言 天命就是天道运行的规律 你要敬畏他 该吃饭时就吃饭 睡觉就睡觉 为大人 大人不是简单说比你大的人 更是指道德修养很高的人 对长辈 对尊者 都要有敬畏 为圣人之言 就是圣贤讲的话 要有敬畏之心 这样做到三位 你的路就会走得很稳 九交贵人 交贵人即则善而交 古人云 敬诸者赤 敬莫者黑 如果我们周围都是一些道德高尚的人 那么我们也会变得道德高尚 同样 如果我们总是与一些道德素质低下的人交往 久而久之 我们的品性也会变得恶劣 食养生 养生即身心要健康 养生即身心要健康 养心和养体同样重要 养生不单是今天所讲的生命在于运动 而应该是生命在于运动与敬养 不能一味的运动 同时 养心和养体同样重要 此外 还要做到生活有规律 日出而做 日落而息 与天地四时同步 十一择业与择偶 择业就是工作事业 择偶就是结婚嫁人 男怕入错行 女怕嫁错郎 一项事业成功少则数年 多则十年三十年 一个人要先立志 从事最有希望成功的行业 然后坚定不移地干下去 家和万事兴 夫妻协调 两人同心 齐力如今 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 往往都有一个伟大的女人 一个成功的女人背后 往往都有一个可靠的男人 家和万事兴 夫妻协调 两人同心 齐力如今 十二趋吉要避凶 趋吉要避凶 即趋近吉祥 远离凶祸 人生中 我们时常要分析近况 审时多事 明确吉凶祸福 当境界吉祥时 就要成事而上 当境界凶险时 就要小心谨慎 避风退让 以上十二条中 只有第一条命 是先天因素 其余十一条 都可以通过后天努力 来改变我们的命运 过命自我力 命运把握在我们自己手中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儿 更多美文 请继续关注 天天学习 天天进步频道 也欢迎把我们 推荐给你的朋友和家人 让我们一起 在阅读里 成为更好的自己 我是小赖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